玉里赤柯山八九月份是金针花季 吸引了大批的车潮和人潮 而193仙道经常会有游客搭乘游览车和九人坐车 在这个路段来接驳现象换身 花联县员黄玲兰、黄兴还有副义长潘岳霞等人 和花联县政府的建设处、农业处、玉兴农会总干事等人 都召开了专案会议来研议 建议在八月之前能够完成接驳地点还有接驳点的改善 玉里赤柯山每年到八九月是金针花季 也都吸引大批车潮及人潮 193仙道常常有游客搭乘游览车与九人坐 在这个路段接驳现象还生 花联县议员黄玲兰、黄兴、副义长潘岳霞等人 与花联县政府建设处、农业处、玉兴农会总干事等相关人员 召开专案会议研议 建议在八月前能够完成接驳地点以及接驳地点的改善 是我们是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有整体的一个规划的时候 到八月花季开始 我们所有的周边的接驳 包括环境花外什么的都已经完成了 然后让所有的游客来到这里 原来台九线从五二三下来 或者从193过来这里来接驳的时候 原来ECD7农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有金银工厂有展示的中心 海的转运站的设置 看要怎么样把游览车都拉进来这边 不要在台九线这么交通那么混乱 然后游客要跨越马路 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这个我跟林兰都经历这一两年的忧心 预期地区农会在2008年 在大宇开设了金银工厂 由于空间很大 成功顺利连接赤克山竞争花季 带动游客购买预期米 不过总招黄欣 则也希望预期农会可以先重视 年迷场的环境 这边的环境我觉得有待改善 八卦迷场 迷场的环境个性 前面那一块广场的部分 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杂草跟所有东西 不应该在那里 整个环境上会 大家看不到环境的好 农业助长表示 大宇展兽中心的确很适合发展 过去几年也都有补助金银花季各项的资源 不管是留花补助还是观光推广等等 下来会再跟预期农会继续讨论 未来周边是否要做哪些改善以及调整 未来将大力推到预期等地区的农产一起观光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